小朋友如果说粗口的话 家长可以怎样应对呢 今天我们可以请到中文的专家Ben Sir 来和我们聊聊天 Ben Sir你又怎样看呢 年轻人无论小朋友或者青少年说粗口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去看呢 那个心态就是 粗口是我们语言的一部分 你不能够去学一个语言 去解开那个 我不要粗口的 就是我买鱼 我不要鱼头或者鸡头鸡脚的 那我讲个比喻 粗口是我们语言的其中一个部分 就好像你的屋子那样 你的屋子最脏的地方 就一定是厕所了 无论你的屋子是豪宅是多么漂亮 相对地厕所的部分 是满布細菌 很脏臭丰丰的 那你没理由买一屋子来 去干开了那个厕所 你一定要整个厕所包裁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样东西 所以我们每个语言有粗口这一样东西 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 这个你要去吃完的了 那问题就是 我们怎样去利用这个粗口 这个工具 那总之小朋友讲粗口 那没有礼物 我们要去看看 讲粗口有几个情况 第一 它是用来去攻击人的 因为那些粗口 那个成份 沽默论中英文 那它都是很极端 是侮辱人家 是最侮辱那个地方 那个器官 或者那个亲戚的那样 那所以这一样东西就是 问题是怎样去用出来 举个例子 你愤怒的时候 你去骂人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 他侮辱状 我要骂他 那这个呢 我就用粗口来去骂Rosa 那问题就是 啊 譬如我说的 我说到滴滴的 我跟着我把一句粗口出来 我就不是骂你 我不是骂Rosa 我是骂我自己的 那所以呢 这里又有第二种用法 不一定是向对方 是向自己的 是吧 好了 那接着又不知怎样呢 喝水 那水瓶没水了 接着我又说他粗口了 那我又不是骂我自己 我是骂一件事的 是吧 Ben Sir 粗口可以骂一件事的吗 我还有几多个例子 譬如你在自己搵电梯 那接着呢 那个电梯卖了 或者自己放了 刀皮出来 你自己闻到也很臭的 你那时候去爆了一句粗口 肯定不是骂人 是吧 肯定是骂个环境 或者骂一件事 因那件事 你不开心 你不会对着布铁说 哎呦 我不开心 布铁卖了 你不会这样 你会一下子来到去 来到去爆出来 那这个呢 就是为了一件事的 那另外一件事呢 譬如我们拍摄影 拍戏 或者去度剧本 很多时候 在一个片场 在一个创造室的时候 大家 埋头埋里 在做东西的时候 就很喜欢说粗口 那个意思就是说 不是骂人 不是骂自己 不是骂一件事 是提醒一些人 醒一下吧 我有个新的想法 不如我 那只鸟仔在游天那里 飞下来 然后转地下 那行不行啊 那是作为一个提醒 大家的作用 因为大家已经是 把所有这些 天马行空的想法 对于创造人来说 是没有什么 那么新鲜新奇的东西 你要令到他去醒 去听你说的东西 你一定要用一些 高能量的东西 来去设计一下他 就像你打狼打鼓 那样的意思 只不过我没有狼鼓 那样的意思 如果有狼鼓 我就会打狼鼓 我就不需要用粗口 这个点挺好的 来到他用那个 noise 的能量 来去换声 所以我刚才都已经 是数到 起码有成四种的状态 他试不出这些 你看看他的声量 和面口 和那个距离 是多远来 所以这个也是 男女士兵 也是很好的 不斗的对象 那男性很多时候 都是 那我也不会 是吧 但是很多时候 都比较常见 在男性那里 发生 喂 什么什么 那些男性 都会说 不会的 所以这个也不是 我们广东人 特别的一个癖好 是一个 所以大家是朋友 为什么朋友 会说错误 因为大家是够朋友 所以用这些 那么粗俗的语言 来跟对方说 都没有 那才是够朋友 是吧 所以大家 即使跟你上司 或者跟你老师 是很熟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样说 是吧 这个又要看看 是什么场合 你跟你好朋友的老师 在学下 当然是不可以 但是你和你的老师 第二天结交了朋友 之后去行街 看你吃饭 也都是无妨 所以我觉得 回到家长那里 那个问题 就是 不需要那么紧张 那个小朋友 去说粗口 一下子就说 我没有礼貌 这样 你要去衡量 和他去分析一下 在什么场合来说 你说自己在房间 封在皮斗那里 说这也没有问题 是吧 所以就是 我们要看那个 context 在那个环境 是吧 和他去分析一下 那个环境 哪个对哪个不对 是吧 初一拜年的时候 就不能够和亲戚 这么说是吧 亲戚走了 就可以是吧 哪个很烦 哪个很烦的这样 让他知道这个工具 这个武器 是要用适合时间 来用的 所以这个就是 要看那个 context 要看那个环境意义 是 说得很好啊 Ben Sir仔 刚才呢 其实Ben Sir仔给我们看的是 我们想法 不要那么二次元 就是每一提完一件事 就立刻说 负面 其实呢 小朋友说粗口 有一个样东西 我们可以为此感到开心 就是呢 你的小朋友的模仿能力 其实都挺高的 就是他一定是听过 然后才会说得出来 而其实一个人的模仿能力弱 其实很大剂 而其实一个小朋友 如果他模仿能力弱 他的运闻能力 都很难很好的 所以呢 Ben Sir说得对 我觉得我们看东西 未必需要那么二次元 首先我们都安慰自己 就是啊 我觉得Ben Sir仔很厉害 可以分析到 粗口在不同的地方 不要妙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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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 我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是真的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看这件事 可以不用那么二次元 其实呢 小朋友真的 能够懂得说粗口 是有一些暗床 有一些的优势 这是第一 第二呢 Ben Sir刚才你说的那种 看情况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就算我对着我的学生 我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在我们这间见面房里面 你喜欢怎么说都可以 又或者是你自己独处的时候 你喜欢说什么都可以 但是就好像Ben Sir说的 我们原来有些情况 我们真的不要用这些字眼 因为这些字眼呢 原来是攻击性的 也真的有些学生 原来不是很知道 粗口的意思 就是他不知道那个含义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 去到那些年轻人 譬如我研究过 或者我和那些大学生研究过 譬如我们那个五虎将 其中一个大将军呢 在现在的那些小朋友来说 就已经不当是粗口 譬如那个七字 六七八九十那个七字 他很背蠢 或者他类似 已经是有一些淡泛的作用 可能他不知道他为什么 或者是因为多人说 或者是配到一个词的感觉 或者他都昂什么的 那个八九十那个九都知道 他那个昂什么 他不知道那个字为什么 即使他知道为什么 他好像当是 不是真的用来骂人 好像当是一个形容词 一个程度 就是说他很傻 傻傻到某一个程度 某一个很高的程度 只不过他不用 他十分傻傻 是不是 他傻傻得狠 或者他很傻傻 他只是用那个字 这样解释 就是在他那个程度 多一个 你可以说他那个 撤回缺乏 这个灵界 他撤回缺乏 起码他不是因为没有礼物 因为要去冲撞你 因为要去冒犯人 所以他即使用那个字 他那个整个理解已经不同 那个感受已经不同 你大人 你这些老人家 对那个字 就相当之敏感的 就是当功力性的 这个便是一个冲突 所以大家都是用同一个字 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要理解 要沟通 是不是 如果大人 就当眼开着眼闭 他又不是骂你 又不是骂自己家人 他就是骂街外的人 另外 刚才Rosa说得很好 就是说 懂得说粗口 就是代表你有些暗藏的一些 威力 或者一些优点 在里面 我们为此而需要感恩 再说多明白一些 就是 他能够透过语言 来到去宣洩他那个愤怒 而不是透过动作 透过武力 是吧 正所谓 君子动口不动手 是吧 那已经是很好的了 是吧 你说如果他 口吃一些 说粗口 人家又感觉不到他说粗口 这样 骂了人家又不知道 那他honor下一个 就怎么样 就动武了 那你说如果用口说 说完出来 有时我们看youtube 大家两个人一样 说一下 说一下 都是说五个字 就是从容复复 是吧 说完都大家又互相退后 其实他们互相美妓 那便没事了 是不是 那便不会变成打架 那问题就是 家长你要去知道 我刚才 就是理解到 我刚才所说的几个情况 你明不明白 你不明白 都是当余的 你就是 依然是意志愿 有礼貌 还有没有礼貌 是吧 乖的好孩子 不应该说粗口 是吧 你不明白我刚才说的 那几个东西 你都收不到 是吧 那接着怎样 接着就是我和粗口 那样东西 你不粗口 跟我 所以呢 那个语言 那个运用 我们是不同时间 我们都要去好好学习一下 多了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 不容许你说粗口 但是容许你说粗口 一些代替的谐音 那你这些都要知道 是不是 DLLM 可能大家已经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SLDPK 这么复杂 不懂了 唱好它就叫做 少年的拼劲 SLDPK 少年的拼劲 少年的拼劲 这样 但是如果用广东话 就是 少什么到PK 这样 OK 你看多复杂 SLDPK 你家长不懂用这一样东西 小朋友用 他用了你 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那个 语言 那个粗口 那个变化 都会是 日益来演变下去的 尤其是 我们 社交媒体 或者我们 网上的 网络的担控得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去避忌一下 避忌一下 这也是很好玩的 一样次文化的东西 所以 即使小朋友这样说 或者你看到网上这样说 亦都不需要去那么弄劲 我想这些 家长都很明显的问题 他就是不想小朋友来说 他自己讲大小朋友 他也是不想小朋友来说 那这个就是 父母和小朋友的那种关系 他自己识英 但是他不想小朋友识英 只是这个意思 其实有时 我都会用这个机会去跟学生谈的 就是 我真的有些学生 他能力到 他真的 那个抑制能力很强 意思就是 他真的可以懂得 对着老师 对着大人的时候 他真的有这个能力 去管理到自己 就不会讲 然后他又真的懂得 就是自己的朋友 好像你所说 跟朋友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讲 但坦白说 我也真的有些学生 自我抑制能力 真的弱 然后 如果他自己 平时都容许自己讲的时候 他真的会救不到自己 连对着大人 对着老师 其实都会忍不住 冲口而出 就会讲了 所以这些学生 我都会陪他谈的 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 自我认识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是什么人 可能别人做得 但可能原来这一件事 我自己做 原来我是抑制不了自己 那我就不如 直接不要讲了 因为原来 我这样继续讲下去 其实会出事的 那又真的有些 我会陪一些学生去探索 那他们改不改 其实是会好一点的 就是会自我认识 就是 其实这个都是 他不讲我五个字 讲四个字 或者是纯粹我集中说一个字 哈哈哈 坦白 比如吃饭 看到那些建筑工人 他们真的 一轮嘴来说 我都很细心看 是没什么意思 但是没什么意思 但是他就保持着那种社交 一路吃饭 一路去维细住那个关系 我觉得这个都是 挺深层次的一样东西 或者对某个阶层来说 所以我刚才 你说如果对一些能力差的小朋友来说 控制不了 我就怀疑 这个都是 关乎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 都不出奇 比如说爸爸妈妈 那样经常说 所以我觉得 是爸爸妈妈 都要自己 都要去警醒一下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才好说个弟弟 我觉得 大家是会 fair一些 和会少一些纷争的 那样 好 那我们多谢Pay Sir 谢谢